吳花燕餓死了 別說慈善 說說國家吧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親愛的主持人 大家好 2020年1月13號 大陸媒體消息說 43斤的女大學生吳花燕餓死了 當然 可能有五毛跳出來要說 死因不是餓死的 是病死的 這種把戲就跟五毛們否定大饑荒餓死中國人是一樣的 他說死人都是病死的 為什麼呢 是浮腫這些疾病 但是這些疾病就是因為飢餓引發的 所以還是餓死的 吳花燕也是類似情況 2019年10月 吳花燕因病入院警察 發現了腥原性水腫 腎原性水腫等多種疾病 但是她體重不足60斤 身體極度虛弱 無法接受手術 她的死也就不奇怪了 咱們先說一下吳花燕的基本情況 她4歲時母親去世 18歲時父親去世 重點說下她的父親得了肝硬化 沒錢治療 熬了半年熬死了 這個家就剩下了她和弟弟相依為命 姐弟二人靠300元的低保生活 可偏偏她弟弟還患有經歇性精神病 吳花燕沒錢的時候就不吃飯 活活把自己餓到了43間 所以她還是餓死的 吳花燕死後 大陸媒體把焦點集中到了 慈善基金收到的100萬元善款只轉賬了2萬元 我是不知道這個慈善基金該負多大的責任 但是在吳花燕沒有接觸手術之前 這個錢大部分是不能動的 因為手術和康復治療需要更多的錢 她的身體又不能做手術 我就想問問大陸媒體 這筆錢吳花燕敢馬上花出去嗎 她是不是還要為弟弟打算一下呢 即使慈善基金有錯 請問這個時候的焦點是慈善基金嗎 他們能不能說一下這個國家這個政權呢 大陸媒體不能說 網友們可是敢說啊 有人就說貪官們止醉堅密 對比一下這個女大學生 那是豬門酒肉臭 路有動四骨 有人說中共每年給外國留學生 每個人幾萬元的獎學金 卻讓中國人餓死 有人說中共在海外到處撒錢 幾千億元撒給外國人 卻不願威保中國人 有人諷刺中共鼓吹的2020小康社會 這些對比不都說明了在吳花燕生病之前 這個政權已經是病入膏肓 吳花燕的父親也是沒錢治病才等死的 這個事情的嚴重程度 遠比吳花燕身後事更加觸目驚心 而媒體偏偏拿慈善基金說事 而放過了中共 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 中國南宋的時候已經有福利制度 涅安城及周一級的城市中心 多設有慈幼局嬰兒局 官給錢鼎固辱婦 也就是說 顧一些辱媽養在局中 如露相貧窮之家 或男女幼兒失母 或無力撫養 拋棄於街坊 官收規局養之 月給錢民捐布 視其保暖 養育成人 聽其自病生理 官無所居 如果吳花燕和他弟弟生在南宋 可能他們姐弟兩人會活得很好 我說這事呢也是告訴個別人 不要拿中國說事 要說就說中共這個國家這個政權的事 網上有人傳吳花燕愛國拒絕物外媒採訪和出國治療 這個事兒到現在是不是真的也都無所謂了 大家看一下大陸媒體在中共餓死人的情況下 還要替共產黨轉移焦點 這說明什麼呢 這只能說明中共的黑暗程度 世界第一 歷史第一 即使是在伊朗現在大學生敢於上街 新聞主播敢於辭職抗議政府 在中國歷史上餓死人是要寫進史書的 但是中共現在跟沒事人一樣 繼續鼓吹它的小康社會 這才是可斥的事情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